发烧话题追根究底 欢迎收看热线追踪 我是乌凯文 房价高涨的时代 为了协助青年完成购物的梦想 政府在多年前推出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 去年8月更推出经济方案 俗称新清安 不只提高贷款额度 补贴利率 更放宽宽限期 然而政策施行一年 却被外界诟病 这项政策不只造成房价飙涨 更助长了投资炒房的氛围 财政部日前也公布了第一波查核结果 发现有1502件违规 会符合自住条件 其中近九成转租 似乎失去原先制定政策的美意 这个地方是我跟我哥哥的房间 这个家目前只有三个房间 因为我们是三代同堂一起的 今年26岁的范等伟 目前与家人一起住在新北板桥 家里人口多 只能与哥哥共用一个房间 但是因为房间不大 就连一张书桌都摆不下 我觉得温馨 但是没有书桌真的蛮不方便 因为有时候如果你是在家工作 或者是在家有其他 就是工作事情要处理的时候 那没有书桌 你可能就必须要就是蹲坐在 就蹲坐在这边 对 蹲坐在这边 然后你才能够去 才能够去做嘛 所以我有时候的模式可能会是 就是这个 这边是我的桌子 对 然后或者是这边 就是坐我的这个小桌子 这样子 虽然跟家人住可以互相照顾 但是范等伟还是梦想 拥有一个自己的家 对于人生规划野心很强的他 两年前就开始看房 从新北林口再看到土城 最后还是选择离家境 位在板桥的预售屋 不管是未来成家离业或者是 就是那个房子的部分 那个房子其实就是 我觉得算是自己的一个梦想 然后能够真的能够拥有自己的一个房子 然后不管是居住也好 或者说跟未来的伴侣 然后孩子这样子一起生活 是真的 我觉得在台北真的是 你可以说它是有点遥不可及的梦想 那现在其实也都在一步一步去实践 谈到新家 范等伟神奇难掩兴奋 但是板桥新建案每平超过60万的价格 对范等伟来说还是需要精打细算 才能够让房贷不至于影响自己的生活 而政府去年推出的新清安贷款政策 更是让范等伟在今年下定决心 卖房的原因 因为利率真的很便宜 然后同时因为之前升息嘛 然后政府又补贴这个升息的利率 给新清安贷款的受惠的族群这样子 所以虽然我是在新清安 应该说补贴这个利息之前就不满了 但是我觉得看到这样的情况 其实对我自己来说 新清安的这个政策是买房的主要原因之一 虽然目前预售屋还在新建阶段 范等伟也还没有开始使用新清安 仍然期待未来能够使用政策优惠 来减轻房贷压力 俗称的新清安政策 是政府去年8月开始实施的 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经济方案 将原先清安贷款的最高额度 从800万元提高到1000万元 而且贷款年限由30年延长到40年 并且提高宽限期 从3年延长到5年 宽限期内每月仅需支付利息 等待宽限期结束之后 再开始贪款本金与利息 此外政策也会进行利息补贴 而且今年3月央行调升利息半码 政府同意补贴半码 让新清安贷款户不用受到升息的影响 因为你看财政部不是也做一个统计说 就是说73%左右都是40岁以下的 青壮年人口买的 就新清安的使用的人口 所以主要还是来看的话 新清安确实有帮助青年买盘 圆梦的这种的效用 确实是有存在的 财政部表示 截至今年5月底 新清安贷款累计核贷57,980户 进一步分析 未满40岁的贷款户 占总户数比例大约72.88% 然而除了协助青年圆梦买房 专家也观察到 房市在新清安推出之后 也衍生出转出租 人头户的炒房现象 它确实是有帮到年轻人购物 但是因为它刚才提到 这种房贷年期拉到40年 然后贷款上限拉到1000万 宽限期3年变5年 这东西确实对于一个房价的 助长效果 在过去的经验来讲 这些东西会确实比较容易 助长所谓的一个投资的氛围 然后也容易造成房价上涨 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指出 2023年第四季住宅价格指数 较上一季上涨了2.27% 更比前一年同期上涨的6.81% 此外2023年12月底的 购置住宅贷款云额 年增率高达7.04% 显著增加 推测是新清安贷款实施之后 刺激购物需求 它针对收购组 就是想要帮助年轻人买房 所以就寄出一个新清安 但是刚好里面的配套措施 一个就优惠的程度过猛 所以就让整个市场的变得 瞬间就活过来了 对就是从新清安去年8月上路之后 整个房市的交易量 瞬间全面复苏 然后有越来越热的一个状态 根据财政部国库署 从去年8月新清安上路之后 除了今年2月份 每个月申请新清安的户数 都维持在5000件到6000件左右 今年5月更是飙升 来到了8476件 房地产这个东西又是一种潜碟式的产业 什么潜碟式的产业 它只要有风吹草动 它价格就会跑得很凶 所以你觉得说 这个几千件 一个月几千件应该没那么严重吧 就是那么严重 只要你需求增加一部分 然后就可以让它的价格跑得很高 这是潜碟产业 潜碟经济的特性 尽管有助于青年购物的效果 但是新清安政策 也营造了投资炒房的氛围 造成房价飙涨 其中频频被外界诟病的 就是将宽限期从三年延长到五年 除了可能让购物者 错误预估自己的财务能力 还成为投资漏洞的一律 如果说我用这个漏洞 买来之后做出租 出租的话 我租金一定压得过什么东西 宽限期之内要瘫痪的贷款 对不对 因为只有付利息 所以这个时候我发现 我这样子我是有利可图的 我几乎不用负担什么成本 在这五年里面 不但房客的房租可以帮我付 对不对 这个要还给银行的钱 我甚至还可以用房客的这些租金 还可以来还一部分本金 就很好操作了 为了防止进一步的转租炒作现象 政府今年六月份宣布进一步的管控措施 包括了落实贷钱审核 强化贷后的管理及稽查 新贷户需要签署自助切结书 而且新增每人现贷一次的规定 而管控措施宣布之后没多久 公股银行七月初宣布 确实揪出转出租以及疑似人头户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该做 主要就是说 看那之后的一个 事后的积核到底可以落后 就是整个落实到哪个地步 可能最近的一些杀鸡儆猴的案子 可能要赶快去多抓几个出来 让大家会怕 对就是当你只要有怕说 可能之后会被抓到的时候 你再去想利用新积核来做炒房的时候 你就会稍微思考一下 新积核政策的美意 是希望能够帮助青年购乎 但是如果执行不当 恐怕反而轮回投资炒作的工具 如何遏止歪风 考验执政者的智慧